傍晚五點多一輛黑色轎車停在路中央 正好擋住後方車輛去路 駕駛連忙按了幾聲喇叭 沒想到這個舉動卻惹怒前車駕駛 直接雙方先是爆發激烈口角 接著黑衣男怒氣沖沖走下車 朝著對方車門猛踹 嚇壞一旁目擊民眾 好像有動手 可能就是他覺得停在那邊他過不去 事發在台北市大安區 一處五米寬的單行道內 當時西班牙籍男子和太太 鄰庭在拖鷹中心外準備接小孩下課 沒想到卻遭後方駕駛嗆瞎 馬路不是你家的 雙方這才爆發衝突 而這一腳踹下去 雙方也因此鬧上法庭 西班牙籍男子公稱 當時看到後方車輛差點撞到妻子 才會上前踹門制止 主張是正當防衛 不過法官勘驗監視器卻認為 對方車輛已經準備左切 並沒有撞人意圖 因此最後判男子拘役55天 可一顆罰金5萬塊錢 男子戶妻心切卻用錯方式 不但無法解決問題 還得替衝動行為負責 317